一大盤沃壽司上桌 富含油脂的饼木鱼齐鞭肉 经过炙烧后 搭配萝卜泥葱花 香气更浓郁 还有新鲜的鲑鱼肚 高档干贝以及花枝 这盘丰盛的沃壽司组合 在一般日式料理店价格 通常要400元起票 不过在这家店 只要花一半的价钱 就可以品尝 很公道 主要它的东西新鲜 吃的东西 赞的就是值得 顾客占不绝口 直呼站着吃也甘愿 原来在台北市内湖的 这家日式料理店 不提供座位 老板省下店面的装潢费 提升食材的品质 价格清明 搬桌率因此提高一倍 想每个人可以省下多少钱 半个小时吧 不只是料理推历时 平搬桌率就连评价小吃 阿米酸 老板娘也取消座位 降价让客人站着吃 用柴鱼高汤熬煮一个多小时 才制成的面线相当费功夫 再放进两颗大鹅 以及卤大肠 最后加香菜点缀口感 这碗面线一碗20元 价格实惠 然后东西好吃 老板在坐哪里 我说没有都没有位置坐 都是要端着吃 我做一个大肠的鹅 一碗20块 你也划算 我有划算 便宜的价格 抢供家庭主妇 以及学生族群 在物价惊人台北 反而显得珍贵 老板娘说 价格原本是30元 在取消座位后 调降成20元 销售量反而提高一倍 用餐时间省了不少 还不用摆放桌椅空间 历时吹起评价风 小店生存 占出黄金业基 记得李英伟 王月芳台北报道